Taiwan X-X 最近推出全新 2.4 级可资无线滑鼠,产品型号为 Cruiser, 有别于一般红光或雷射光滑鼠,采用了较高感到的蓝光读取技术。 所有光学滑鼠,其实都是由一组发光二极管,用作照明,并利用光学元件将单点光源,转换成较大的光线。 光学元件将光导向第二个区域面透进时,会把反射区域的反应光影像传回质感测起, 采用传统红光或红外线雷射光输的产品。由于红色光波的特性,使用表面仍有一定限制。 蓝光读取技术并不是单春换了一颗蓝色发光二极管,同时在光学元件上亦需要配合。 它的光波类似紫外线,它可以在黑暗中另隐藏的细节,变成荧光状态,大大提升了读取的敏感度。 因此可应用于部分半透明玻璃面,聚坑面的金属面,木纹面,挖面,衣物表面及大力时纹等。 产品尺寸为98毫米长,57毫米宽,厚度为31.5毫米。采用Nano USB 接收器,可把它收藏于滑鼠中方便收纳。 支援1600dpi 解析度,采用两颗3A电池,并透过全自动修年模式及开关管理,令电池续航力可达4至6个月。 产品更具备可调式高度设计,可按个人喜好,调整产品的手掌弧度。 产品附送防水Mouse Pack。